中共原文化部副部長高湛祥上個月在北京病逝 有關原發文悼念時披露 高湛祥生前換了很多器官 中共高官靠器官移植續命 但如何得到大量的器官來配行 再次引發關注 中共全國文聯原黨組書記、副主席、原文化部副部長高湛祥 於2022年12月9日在北京定逝 終年87歲 中共官媒本月2日才正式發消息 但沒有提到高湛祥的死因 外界猜測可能是染疫後死亡 不過 中共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永鑫 在12月11日的稻文中說 高湛祥身上的臟器換了好多 他戲稱許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這段話讓大陸網友感到震驚 質疑高湛祥生前換那麼多臟器是從哪來的 還有多少中共高官可以通過換器官為自己續命 中共高官換器官續命的消息 讓網友聯想到中國大量青少年學生離奇失蹤的事件 可能與中共活摘器官有關 包括去年10月在學校失蹤的江西省高醫學生胡新宇 網傳知情人爆料 胡新宇在體檢時與一個高級病人內臟配行成功 總部設在紐約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指出 中共從1999年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後 大規模秘密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短短幾年建立了全球第一的龐大器官移植產業 這一情況已引起國際的高度關注與調查 新唐人記者熊斌 中原採訪報導 中原採訪報導